各位 万万没想到在德国能源危机之下 一条中国电热档竟成为了全德国人的希望 感谢义务 Let's go 没有啦 没有啦 真的没有啦 各位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袁登登 这是关头哥给我的配合 他又躺在那个沙发那边 来看一下 打个招呼吧 哈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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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事情是这样子的 最近呢 这两天呢 原收到特别多粉丝的关爱 然后问 原来你要不要电热档啊 我给你寄一个 但是我就想到莫名其妙 为什么要电热档 原来 原来这个消息 没想到已经传到中国去了 确实呢 德国的能源方面呢 陷入非常极度的那个短缺 尤其是天然气的这个费用 已经涨了就是最起码三倍吧 没有某些新闻说的 涨了十倍哈 打个比方说哈 我身边真实发生的是在朋友圈里面 有人截图就是他们的账单 平时呢 这一家人呢 他们的天然气呢 大概是一千七百欧左右 那今年呢 收到的账呢 是五千多欧 这个是有点夸张 五千多欧 那几万块耶 我刚才讲到哪里了 哎呀真的是 嗯 继续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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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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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好 有点儿 你 你 好 你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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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你 你 能不能接受一下我们吧 我们不能够担心我们的冬天 咯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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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an stay in our house for this winter because we have number one oil heating system with the oil heating system we have here our yeah for getting warm in our room and we can make hot water for making shower or for cooking anything what you want okay 然後你用木材的部分 在爸爸的… 怎麼說… 一個美麗房間… 一個生活的房間… 我們用木材廂器 來吧 這裡… 你用火 朝 음악 可以拍了 需要voice油 использ mois 我最早也要 购 suf 我 libro花了三十串 这个一本钱 爸太聪明了 是 多少? 4000L 這裡是我們的燃營 房子 這裡是燃營 燃營 這裡是一個計劃的 當它開始燃燒 或當它開始燃燒 我覺得每天都要1000L 我不確定 接下來是一個新的窗 這裡 這裡 要保養燃燃 因為另一邊的窗口不是不良 當很多搖滅出 現在 這是爸爸的位置 我不知道為什麼爸爸買了這麼多工具 我沒有想到 因為這才是最好的價錢 這還不太好 這就是我們的盃子 這是我們房間的房間 因为它们在里面的冷却 这些是冷却的 它是冷却,它是冷却,它是冷却的 好给自然的 好给自然的 有时候我们政府说它是好给自然的 有时候我们政府说它是不好给自然的 所以没有人知道它是好给自然的 因为我们政府每天都改变的 rules 对 之前,一 ton from this 我们说是280€ 然后它们来到这里 现在我必须给自然的一 ton 800€ 昨年多少钱? 300€ 所以现在是800€ 一 ton? 或者带来到这里 当我拿到这里,我觉得是690€ 哇,资本主义啊! 谢谢美国政府 让所有东西都很贵 为人们的富贵 人们的富贵仍然能够活动 但普通人们的生活 更加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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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谢谢 老爷子买个电热毯 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出去度假了 我还看了一个新闻说 那个单单一个月 中国向欧洲出口的电热毯 就已经高达129万条 这有点太夸张了吧 确实是有些人说 原来你是不是不能洗澡啊 其实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只是那个德国政府呢 他就会建议怎么说呢 快速洗澡 然后呢慢慢的驾驶 还有呢调低那个暖气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废话 就说有些人就会开玩笑的说 哎呀我是真的洗不起澡了 然后也用不起这个暖了 开不起车了 这个就是欧洲比较真实的情况 正常来说就是朋友都会问 哎你买了电热毯了吗 ok let's go ok现在呢在我后面这个地方呢 就是那个 就是专门买电器的地方 看我们能买到那个电热毯吗 Let's go 好激动啊 这些东西都不是我想要的 你看 对 这些东西都不是开玩笑 如果是在这些东西 就在这些东西 是结果的 是结果的 你也没有了 这些东西 没有了 没有啦 没有啦 真的没有啦各位 哎 哇 man 这个真的不行 现在只是给你带牙 不够了 没有啦 我们必须购物从中国 我们必须购物在中国 我们必须购物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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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电热毯呢 确实只能在网上买了 哎呦 你说这些欧洲人民 用爱发电没发起来 确保我们中国热毯行业 推上了巅峰啊 现在木材的价格呢 也是翻倍 不过还好了 我们有自家的森林 实在不行 散散砍财 生活也可以啊 船道桥头自然值 只是没想到的是 一条中国电热毯 竟成为了全德无人的希望 哎呦 感谢义乌 关注我拥有更多快乐